歡迎大家來到東風輝密電台的港萬咬借邦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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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 如果你有等的話,Youtube也有節目內容給你們重溫 但一些咪前咪後的東西就會錯過了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 亦會有我們Patreon限定的節目,可以給你們多些節目聽 畫面見到,Panana Omakase漫畫雜誌訂閱計劃 繼續是如火如途在進行的,原來我是月中付錢的 我剛剛今天就被人再收多了一期錢 你如果被人再收多了一期錢? 即是被Panana再收多一次錢 即是review 對,review 我以為他好像Patreon那樣的月頭,我沒有留意 你是自拍的了吧 你不按停他,他就自拍的 不按停他,那是月頭月中的所謂 我突然間今天才發現,為何會有E-mailPanana說我逐一期 然後看回原來我是15號在夜 只要輸入優惠碼ACRUBISH 就可以獲得一個永久久折的優惠 前提當然是中間不可以斷訂 有興趣朋友加入,上面有十多套作品可以給大家看 我記得上星期有聽眾說想我們說風神 我們可以安排一下 另外有位聽眾都留過言 風神永人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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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找回書看後 另外有位聽眾都留過言 他好像有兩套作品都在Panana 有什麼卡式裡面,他想我們說 但我找不到一個留言 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和我再一次 大家再找Panana 我們也好,在留言板再說一次 我們忘記了,因為太多留言了 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再跟我們說 FIREKING說 YPR的SUNNY 動費SUNNY 隻抽 動費SUNNY 有什麼回應? 是什麼來的? YPR的SUNNY 說要跟我隻抽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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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回家打吧 哈哈 哈哈 你有沒有看過家裡的喜事? 哪有淫當啊? 你淫當 你照直播照賣票 好像 剛才沒有分別的 我也是在那裡 一個拍一個打 然後龍虎在鏡頭前面飛 好像有龍在走來走去 你賣到28000元一張票 你可以賣28元一張票 應該都有人進來 兩個八都未必有 哈哈 哈哈 反正自己在家裡 又不用長租 對 哈哈 突然痴油 為什麼大家仍然都覺得 痴油永世 他會把痴油再翻山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可能 崩強照 崩強透露過他的照 但他死得很徹底下 他磨成粉 他已經弄了佛牌 我反而 很簡單的 其實那段 白朗糾糕就可以了 即是那條絲 他搞的那條絲 根本就沒有搞過痴油 對 他隨便找一條隊 他做了那個人皮出來 那棍子 他說拿痴油手腳做 佛牌是經常在龍虎看見他之後 打尿陣 你給什麼反應呢 我拿出佛牌出來 要鬧不是說完全鬧不到的 又是 你隨便找一個人都跟痴油差不多一樣 真的認不到 不是啊 我反而有些好奇 是為什麼個個都想痴油出來 因為其實我在剛剛入洞廢都曾經說過 就是說 你龍虎們 這幫人打來打去都是這一幫 為什麼要還這麼留戀 應該這麼說 這麼留戀以前的角色 現在不是聽眾留戀 是他們說 阿斌強留戀 阿斌強自己透露他的照片 那我不理主筆的想法 為什麼不理主筆的想法 在現階段 我現在說這句話 是撇除了 阿斌強的照片 我是想問 為什麼讀者 都有這樣的期望 明哥說得對 因為 阿斌強想寫一件事情 阿斌強可能也看到很多人想寫衰 他有這樣的想法 的而且他網上很多人 好像明哥說 他都希望可以復活到 癡油 或者再寫 我沒有希望過 我說很多人 好像你的說法 我說你 因為其實 大哥 你也是說 他打了二十多年 出了二十多年 你下去 都是那幾堆人 那些奸角 都是這些 真是 很沉 我反而是 對我來說 身住的天猶 從來都是一件垃圾 一件死不足式的垃圾 那你說 舊住的天猶 很帥 回去看舊住 回去看舊住 身住的天猶 是沒有勁勁過 一直都是垃圾 我可能 反而 我不知道 純粹猜 會不會奌強的想法就是 跟你一樣 身住的天猶 但是我有信心 在我手上 我會寫很勁過舊住的那個 所以我想拿出來寫 告訴別人 我比以前的人更厲害 可以的 崩強寫過之後一次 是的 我覺得他有紅心想做這件事 崩強在火人邪神的本前轉代 寫過之後一次 所以 都是崩強 所以崩強可能也有他的想法 但是我跟Aman一樣 我也是有點好奇 為何各位讀者都這麼有興趣 我看著這隻小丑死了 他不太虐待他 因為你那個印象還停留在身處 不是 應該這樣 老實就是說 如果這樣說 每個人都想看回 現在這麼久死了二十多年的角色 不想有新角色 沒有說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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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給我的感覺 我的看法就是 因為人們覺得 黏油這樣死是死得不差 就是覺得 這個角色要這樣去死 這個死法是 好像叫做 不值得這樣死 所以希望可以令到他再復活 可能他要死的 用另一種方法再死多一次都可以的 把他拿出來 然後再多一次死 不是 你說沒有出過新怪人嗎 有 神武家就是 但是好不好看 神武家也是舊主有的東西 舊主是天武 叫天武 叫天武 天武英明 舊主臨尾火人邪神 就是天武英明 是不是英明 天武 總之是天武家 他改了叫神武 大家這樣數 有些什麼 主要大的角色是 新出來 龍天下 已經刮到 沒有死 暫時 自尊會 其他都沒有 我覺得 如果以新來 其實 你不是拿回舊角色 一路出來 而是以龍虎門的架構 例如你打一些對家 那你就出一些新的歌 其實 兩件事 Mango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我們當時去跟Arts Comic做訪問的時候 我們都有提出過這件事 只有那個回應 龍虎門有這麼豐富的角色 經典角色 他們都沒有好好利用得完 都沒有玩完 那班人 問題是 以Arts Commerce那段時間的龍虎門 我沒有見過新角色出來 我想他有年多的時間 他不是解釋了 讓他知道 他用年多的時間 還未能救他 玩完那班 消費了那班舊人 有 那他不在正傳出 他不在黃小龍 就出了一些新的 是啊 他在黃小龍轉出 還有你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在創作人的立場 他的Data Base很豐富 我未用完之前 我為何要強行找新人出來 我為何要想 第二 那個版權是文傳的 我寫得到 我寫得到 這個人是史無前例 這麼夠成功也好 我沒有的了 我沒有的了 為何我不 我拿龍虎門賺完舊錢之後 將我想那個角色 放在一本新書裡寫 還有 還有那些人有那種情意結席 喜歡看那個舊角色 看他回來會不會更好看 那些人都期待了 陳奧雲 這個 身主陳奧雲 會怎樣 或者還有很多其他角色 所以 不是很想局限於寫一個原創的角色出來 我會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有些是 用了讀者的角度 用讀者的角度去想 為何他們和創作人的角度去看事情是有點不同的 他們 最大的原因是 我不想 我已經幫人打工了 我還要幫他們珍惜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很簡單就是我正在打工的時候 不行的 你有打工了嗎 可以 可以 但我們正在做節目的 你正在打工的時候 我幫公司找到錢 但是 可能外面的人不知道是我的名字 難道不可以做嗎 可以做嗎 不可以的 有時候是這樣的比喻 對 你覺得不可以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有什麼問題 很多人都是 光差事 什麼老闆 什麼非 還有你的大前提是 你能賺到錢 你如何保證 我現在畫了一個新角色 或者創了一個新角色 這個新角色是受歡迎賺到錢的 沒有 他們以他們的經驗 很多時候出青角色是糟糕 聽眾都會寧願看舊角色 聽眾會補充 他們說他們 ArsComic都創作了鐵甲人 很成功 很成功 我不同意阿Gibs所說 龍虎們就是為了看舊東西 喜歡看新的東西 看和仔 我覺得是愚蠢 如果你要看舊東西 你就拿回舊主 你不用買新書 你要看舊東西 我到底要買新書 看舊東西 是嗎 是嗎 不需要的 那種排他可以新舊夾雜 你出現新的東西 不代表要排除舊東西 但我覺得龍虎們就是為了看舊東西 這個Statement 本身是不會成立的 那麼 東南西北那四隻 即是哪四隻 哪裡 東南西北那四隻 四大世家 最大世家 雖然小的舊主有 東其南傑 那幾個 那幾個都 那些是玉記的 不是 不是 Archromic的 對 有新的 Nixon 說 不停寫舊主 糖水滾糖魚吸收不到新讀者 新讀者是不會知道那些是舊 那些是舊的角色 那怎麼吸收不到 你只會有機會留不到舊讀者 你不會吸不到新讀者 因為新讀者都不知道那些是舊角色 對 所以他們說到是新的 所以沒有關係 但是舊讀者很明顯 比較多的人 最喜歡看舊角色 所以其實 無論怎樣都是沒有關係的 我是這樣看的 當然 我覺得新舊夾雜 理論上是做好的 但是一本書 你當它三十頁左右 那龍虎門真的很多人 你 你 我不要說弄死那些人 你要某些角色潛水 又真的沒有什麼氣給其他人 這樣說 就是 例如你 你可能要剔走某些人的氣氛 才能給之前那些什麼鳳奪天 那些才有氣做的 所以 其實是有些排他的 因為它時間上是 或者它業數上的蝙蝠是不容許的 不過 我又不是不理解那些人想自由回來的 那種不排得是你 你捕身角色不一定要弄死那些人 你為什麼要弄死那些人 與其說想捕身角色 不如是想故事有衝擊 因為 我們做節目經常批鬥龍虎們說他 悶是因為不死人 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你死人才可以帶到一些衝擊給大家 因為 例如打傷你都覺得 是不是都和你收場的 你鐵五郎 不一樣幾次回來 不如他有一次 他死掉了 真的不一樣了 變了喪屍 結果是他爸爸變了喪屍派 我想這個問題 與其說要新角色不如是 能不能夠帶到衝擊給這個故事 那雌柳死了某種以上 是不是有衝擊呢 雖然我覺得他死了有點氣 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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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這樣 他雌柳死的衝擊 不是衝擊到我們開了一個新節目 其實都沒有什麼很大的衝擊 還有我剛剛聽Tim所說 他的問題不是因為他不肯別人死 如果他不捨得別人死 但是令到故事好看是沒有問題的 但他是因為捨得好故事不好看 就算人死的故事也不好看 死不死就收起來 是呀你可以收起來 是他表現得不好看 跟他死不死的人沒有關係 即是你舊住馬小靈都沒有死 就收起來了 那黃小虎就可以到處追求女 不是後面有很多女 不是很多新的女角色出來 是呀是 還可以放20年之後 被馬小靈寫回死馬小靈 哈哈哈哈 很大作用的 我覺得是因為大家 停留在舊住那個痴油的感覺 舊住的痴油是吸引的 其實很多人都喜歡的 我相信如果說太過三大體力 三個巨頭大家會比較喜歡痴油多些 嘩 舊蘭他學某的痴炭 那直翻發出來會有衝擊呢 哈哈哈哈 思路夾大 哈哈哈哈哈哈 一定是呀 哈哈哈哈 一定是思路夾大 當然當然 當然 呃 他有一半潛水了很久啦 他是不是潛過的一段時間 他去了當作黃蜂類轉的時候就關了一鐘 然後第一次通天風雲的時候就回來 之後就閹閹閹的離開 然後就彈出彈入彈出彈落 然後是現在Arch Comics那裡 一開始有出來的 他做了北太極國 調查約王 之後就 彈出彈入之後就去追逆天恒的條線 現在就繼續犧牲了 逆天恒那邊這樣結束 其實之前的小道消息就是 始終你現在的版權分了兩間公司 要做更公平的事情 就是小龍轉只能夠用玉兒和小龍 因為王虎開是深邁的原創角色 所以王虎開他們要繼續用 所以風雷、白仇等就要回到正傳 這是一個處理來的 現在傳聞聞傳聞是這樣的 大致上我又覺得把角色藏起來也沒什麼 我反而有時候覺得他可能集中寫一至兩個角色 比他打得太散 我和你有點不同的這個位置 我覺得有段時間他幾個主角 不會同樣有條線 我覺得最初我不是覺得這樣做 這個方法不是不好 是當時那群人 我不知道將來怎樣 當時寫那群人 處理不了那麼多事情 搞到哪些東西很散 比如你說龍虎門、龍虎山王 一本書有三十頁 如果你分散 都是每人十頁子 可以可以的 不過就散一點 應該沒那麼完整 但是你可以這樣做 你也可以說 三個就平均分 兩個主角分開一半 頁數 你就做 戒指是會搬藥心經的戒指 因為我自己 我之前 其實我都說過很多次 我覺得 將那時三百七十期 將那些線 收起來是一件很失敗的事情 龍虎門的世界這麼大 去到二千年 即是千禧年打後 大家看劇本的視野都不同了 和當年 我覺得一些東西 發散來玩才好玩的 這個世界大 龍虎門的人要拆開 然後當有什麼大危機的時候 那些人走回一齊 那一下 劇力可以滾上去 平時 我當是夠読的 黃小虎駐守日本 黃小龍在泰國 石一龍在韓國 我先當是這樣的 夠読當是這樣的 然後突然間 有什麼事 總之 小龍和黑龍要過去日本 幫小虎 一鑊就炒起來 下架 說什麼 你之前看逆天恒那段 之前不是幾條線 大家分散過 打不同的事情 然後有事 一起走回一齊 做得到你的效果嗎 做不到嗎 我剛才不是說 這個安排 不是這個模式的問題 但前提的是 你要掌握到這個模式 你要搞得定 如果你本身的能力 根本都不可以玩這麼多條線 麻煩你集中一點 做回你最專門的事情 玩一兩條就算了 除非你說 不是 我的能力 我的廣告能力 鋪排 一定可以 和時間分得很散 我個人很宏觀 你做到就可以了 但事實告訴我們 我們看了這麼久 有哪次做得到 剛才你說的效果 事實這麼久 其實我們見過兩個編 這麼多期 就是做不到 你看到的所謂這麼多期 有一支零四十六期 都是其中一個編的編輪 所以 我覺得參考價值相對低 我其實會希望 譬如斌強可以 阿偉有試過 阿偉有試過 新生農一開始被人說 他散 我們也批評過 他有某些分支是太散 可能兩頁就完結了一個分支 又暫時未見到有什麼用 那這個鋪排是需要調整 我都想奔強試的 我再說一次 我不反對人試這個方法 但你一定要對自己有這樣的信心去做 因為好像你所說 只有兩個編劇做過 沒有參考價值 你看了十年 其實都不會有 超過十幾個票鏡出來的 你永世這件事 都不會有參考價值的 龍虎明 到你死的時候 龍虎明不會超過二十個編劇去做 不會 永世都不會有參考價值 跟著你的理論 看你的數字 你一個人 你想想 現在是1119 今期是1119 1046除1119 有93.4%是來同一個人寫的 那百分比沒有參考價值 是一個百分比沒有 就是這樣 有問題 沒有 做到這樣就是古惑仔 這樣 但他其實都是藏起某些人 古惑仔 也是把線集中的程度拿到 平日那些不關事的 他不會說八大壯士 我當 不要說八大壯士 就是大天儀 可能大飛 他都不會奇奇提 這是配角 古惑仔 古惑仔 最好看的那段時間 其實他 一直都多線 但他 就會很容易 怎樣說呢 他可能 某一段時間 專門寫陳浩南那班人 但有一段時間 寫完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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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了陳浩南 然後就開始寫 車寶山那堆人 那些就好看 都多人一樣 所以是不會平均分得到的 當然 其實這個方法 不是不合理的 但是你要有信 你要處理到 當年的牛腦 處理到 是難處理的 牛腦當時是有個豐富的 人物的基礎 因為他之前是把書 摺完 然後把人物 丟回 全部放在一起 對 丟回古惑仔 不是 你龍捕門還 為什麼 你想不想說今期的劇情 你不是想說今期的劇情 沒有啊 大家都期待你說故事 現在 妖理 怎麼會不是啊 師弟哥你這樣笑 是什麼意思 蛤 什麼意思 開心 開心 終於有人是說故事 聽到等了多久 好 那今期的承接上一期 黃小龍就見到 好啊 白愁出來了 黃小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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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小龍在黃小龍不選 你不可以這樣玩 你不可以這樣挑戰 你不可以提醒他 你不可以挑戰他 我還沒提醒他 認錯人 有幾個女兄弟那麼像 說錯個名字不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次的名字 那名字很像 我這次拆眼MAN哥的 你不用說 我肯定你不知道 黃小虎好拆眼哥 我好拆眼哥 我快點 這樣就 白愁遇見飛升 那一把天聚 就差不多 遇見飛行 遇見飛行 差不多到小虎的前面 就停了 小虎也是 那隻腳 想著踢白劍 來 背自己 之後就說 白愁清醒 其實白愁 之前都說過 就是白愁的人格 應該是 白愁不是西城仇的 雖然應該是死了的 其實這裡已經解釋了 應該是變回白愁的人格 只不過白愁清醒又怎樣 死了的人可以回生嗎 其實他最後說 一切歸咎於龍虎們和小虎 因為小虎的所謂正義性格 就累死了所有的兄弟 包括他師父 所以說 應該是決裂的 不過 臨走的時候 就跟小虎說 馬蕭玲就在神武英明手上 之後就說 各不相險 然後小虎就說 蛤?又是我? 那我害死了 我害了小玲 又害了小虎 然後就 很漂亮地 在浪打過來的時候 然後就 灑了一招 不知什麼招式的腿式 鏡頭一轉就去到日本 這樣就說 金羅漢和他其餘的五個金剛 五個金剛 就去找 找 王哥 天南無敵 不是神奇能是天 老美 火雲赤山 就是勇哥 那 其實 講一下的時候 金羅漢就說 他現在就不需要再聽 其實都不需要聽名於西城街 那 他就說 他下面那些人就說 是不是 木村家主叫你 其實他又說 不是的 他其實都很喜歡 金羅漢這個稱號 因為夠響夠霸 之後就其實撞到 西城 不是 神武家的下人 那其實 應該是神武 哪兩個 英明還是英傑 那個是最後那個 神武英明 英傑死了 神武英明 就 猜到 西城街會找人找人 找人 所以 就是那個 藍摩子 藍摩守 藍摩守 是 藍摩守 自尊文、自尊武、自尊武和自尊崩 你不可以少任何一個 不是啊 崩有嗎 有 自尊文武一齊出來的 東方龍那三個男人 我記得文武 我忘記了那個崩 你自己聽回 當時找回萬紀一路 笑自尊文、自尊武、自尊崩 這個改名真的 你現在這樣說我開始有印象那一集 對 我暫時再回到群組裡 我覺得 當時寫 新羅撒教編 神武家的羅撒教編 簡直是胡家寶的高峰 每一幕都是這麼好笑的 那時候 回去看看 很可笑 由新羅撒教編 大家一定要 彈溫書 我覺得那一段 那一段龍虎門的精彩地方 看完那一段龍虎門 再聽回那一集 那一段龍虎門 那種享受真的很高 二次享受 完全是打完去吃 心態宴的感覺 哈哈哈哈 不要說這麼堅囑的事情 但我想問那些色鬼 幽靈有沒有印象 有 都有 老實的 我記得他們出來 他們死了沒有 或者經歷過什麼 我真的忘記了 你是不是KDF 我不知道 我懷疑賓強未必有聽 我們 如果賓強有聽的話 可不可以解答一下 我幫村長的龍虎門吃飯 那個死了 好像叫餓狼 還是叫什麼 有朋友幫村長的龍虎門吃飯 又是很可笑的 如果有聽眾記得這個確認 都可以在留言 我們看看 找找找找 其實要找很容易找的 我有時間難得找 因為他幫村長的龍虎門吃飯 那段角色就太可笑了 但是我現在覺得 斌強 斌強現在不停在兩期內 都找了一些失蹤的人口 我期待他會再找到一些更加失蹤的人口 而且這些失蹤的人口 都挺契略的 除了藍魔手之外 其他都是小丑都不能餘的 不是啊 但是如果說不斷地找找 其實他們在龍虎門的世界 其實功力不是太有所突破 其實都是廢物 出來獻勢 或者是隨便被人摺 要看一下斌強 有沒有我們想想怎樣 function 比如好像今期你看到的兩邊 其實斌強我覺得很聰明 他沒有特別寫兩邊的功力 招式那些東西 其實是打拳頭膠的 是 然後的東西就是 金羅漢找了一支雷射筆 就說雷射筆是他的殺手武器 到底這些雷射筆 怎樣令到五金剛贏 我覺得這些東西 就是斌強可以發揮到 到底這幫人出來 是契弟垃圾 還是原來他們有另一個用途 讓斌強發揮到 我覺得這個就是值得追看的地方 其實有想過的 可能捉住他的死亡 就讓他五金剛打下去 不出奇了 不出奇了 或者指著叫他們怎樣走 純粹要看斌強怎樣發揮 我覺得這個位置 算是聰明的 如果要挑剔的話 的確這兩班人打的時候 是不好看的 沒有招式沒有功力 好像爛仔膠一樣 是不好看的 反而沒有所謂的 因為兩班都劉鑼派 我就不期待你有什麼招式 就打爆他 但你看到劉鑼打劉鑼 我覺得份量有些多 有些多 但是我又欣賞斌強這個嘗試 但是我剛才說一說 我就很期待 下期他怎樣玩那支雷蛇筆呢 不是說 以往的做法通常就是 你這班劉鑼派出來了 那我金鑼派一個殺了 贏了 不用打其他 我一發威 然後就掃了你 那樣 那就不好看 但現在他好像有些匯味 想玩 那就令你有些期待 究竟下期他怎樣玩呢 這件事是 其實做到一個位置 你想追下去 其實我在我的想法就是 我上一次都說 新的 就是 就是阿斌強接手之後 他打的那個韓龍十八星 我欣賞是因為 不是以前那些 大功力然後一踢過去的 那 我不知道其他主持有什麼想法 我如果照剛才阿Sunny這樣說 我都期望是一些羅流 是消息 不是羅流 有分別嗎 你不要再錯 不要理著 不要理著 你忍了你很久 有分別嗎 有個順序 有個順序 我反而是想看看 斌強把這些散角 帶出來 我說散角 OK 散角帶出來 會不會 他們招式上面 有一點點 扭出來玩 有多一點招式 不是說一兩拳就死 因為其實我們都看得太多是主角的招式 如果這樣帶回這些以前的 走過出來 而又可以表達到一些 招式上面的畫面 我會喜歡的 其實 對 所以想看看他怎麼玩 剛才有聽眾 當然我們一來阻止不了 二來我應該要尊重你們的決定 但是我會覺得你們這麼早 剪輸了書 對我來說 我覺得可以觀察一下斌強 到底怎麼玩下去 其實你多給幾期 公平一點 因為你 你多給一期 然後剪輸 我覺得 又沒有這樣的必要 這麼快 剪輸 我覺得他們有件事 很貫徹 就是龍虎門那班人 都是傻子 來的 你說龍虎門的傻子 是獨者 還是地國式 龍虎門的人 他呢 黃小英 路妖 在他們的會所裡聊天 說很多假消息 令到黃小虎很迷惘 然後又很擔心他 但又說要相信他自己 首先我覺得 應該說不上假消息 雖然又說 馬小玲的手指有斷 有耳朵 因為你證實不了 可能他被人捕了 可能他真的被人融了 他 他放了相片出來給你 你就說他假消息 那你 你怎麼知道他真還是假 你是 因為黃小英 是說到他知道他還沒死 但是沒有人知道 雖然是 真的不熟龍虎門了 你看回蛇黑龍轉一 蛇黑龍外轉蛇黑龍 蛇黑龍轉一 那時候 金龍頭 即是大龍頭的兒子 那時候 夾了蛇黑龍老母 不要說師傅不告 然後說 挖了槓 還是挖了腎 出來 去威脅我蛇黑龍 他一拿我的槓 就拿我的腎出來 蛇黑龍 馬上想想 蛇黑龍 老母的人是認識自己的真人 手腳腳和內臟 那這點也算了 然後他說到黃小虎 很擔心黃小虎 怕他這樣那樣又不可失 那你們整班傻人 站在那裡吹水 那裡是日本 你搭飛機叫我日本 大哥 他們說了那麼久 結論就是我們決定留在那裡打牌 結論是這樣 我們很擔心黃小虎 不過我們是相信他的 所以呢 我們也是決定留在龍虎們打牌 即是他 他那段很擔心的說話 其實你明不明白 好像Deadpool一樣打破第四格 他是做給我們看的 他是整班角色做戲給我們看 我們很擔心黃小虎 不過 不過我們決定留在那裡 還有問題就是 雖然說現在是兩間公司 你想想一下情況就是 黃小虎的女兒被人夾了 黃小龍就有點危機 其實兩大當家都有問題 而他們幾個是打算在龍虎門裡面打牌 他們沒有想過去幫忙的 那你應該要讚強溫選得好 這樣才是黃小英來的 不知道黃小英還有路妖啊 非妖啊 有哪幾個啊 還有大小牛 他們四個 他們是沒有想過去幫忙的 他們幫忙的 意欲是零的 因為他們幫不上手 他們的功力 在那個界限 你開場記者會 你澄清一下Fake News 好啊大哥 不是啊 其實這隻手指 就真的不是馬小玲 以我認識的馬小玲 我看到他打飛機 他的手不是那麼短 就是這樣 馬小玲打飛機 我不知道 他幫人打飛機 有什麼都好 小虎有零的嘛 他都會被你看到的 龍虎不大而已 有拍片嘛 不是 我反而有一點搞笑的想法就是 他夾走馬小玲那會不會是黃小英來的 他這麼清楚的假消息 心想就是 小英說 你生個混蛋 你生了那麼久 先搞你們 可能什麼的 其實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可能百仇的機會更大 所以 百仇放流料 不就是百仇夾走他 然後引王小虎過去打 因為現在西城家 是要搞神武家 不夠人 對 那你就找王小虎 反正 自尊坑八年你也有幫助 那現在 西城坑神武你就有幫助 是這樣的 那就是用另一些方法 就是 東科樹年可以咬咬小虎 那百仇不行 就夾走你的女兒 再水咬你 那去到最後就是 黃小虎 就去了日本 就是神武家的 的家 就是 找阿英明 就 看一下 小靈 是不是在那裡 黃小虎 見到阿英明 他家裡這麼多人 在那裡公告他 就說他打算找對地方 那之後就 完了 神經病 家裡多人 就找對地方 你不比我家族大的 那我相信他 家裡也應該有幾多人 因為 二宴任 羅實教教主 還有一間屋都幾大廈 什麼邏輯 我看到你家裡很多人 肯定找對地方 一定是你捉了華小虎 你不去旺角找 一定在旺角 一定在旺角 有人捉了華小虎 我看到聽眾看得很仔細 第十頁第三頁 我剛剛在看 我又看不到那個問題 十二頁 剛剛那幾個在走斜坡 不是應該高過現時的羅康 好 他本身是否高過他們一個頭 應該是 但這一格顯示出來 就好像差不多高度 但不可以肯定 因為他在走斜坡 那個角度問題 不可以完全告訴你 他真的 跟他差不多高 還有SURRY 我真的不記得 這些角色高矮 我平時沒有留意 我這個人在揭露 會不會有一頁 他們是在附近平排 可以做比較 但我找不到 我不是一個看書 看得很仔細的人 上期的人不是說 金羅漢心口沒有想到紋身嗎 我也想說 我真的看到那些 我是完全不知道 看著金羅漢有紋身嗎 有 不過沒有那麼留意 他有的 我完全沒有理過這些 他平時站在背心 他平時站在背心 都沒有在意 我不會理這些 平時看 除非他的紋身 是有什麼特別功用 曾經描述過 我會記得 如果不是 通常都會忘記 另外 今期 他出了兩個封面 我就買了 羅薩 蕭雄 煉獄版 其實我看上去的面相 我覺得 火雲邪神 是 有點怪異 先不要說 撇除頭髮 他是得同微似 神情或面相 還是差一點 冰之 就說 龍虎門 那邊的版面 就是 黑龍 就不像 我想這些都是 見仁見智 但我喜歡 蕭雄那邊的版本多 我喜歡 群英那邊的版本 因為我買書的時候 兩本書放在這裡 最後我都是選了 龍虎門版本 不過我要投訴 我住大埔 糟糕 我找不到龍虎門的封面 全部大埔都是羅薩教的封面 那你投訴誰 你投訴誰 你投訴誰 派書或者拿書 那你投訴 那你投訴 可能大埔那些人 全部都賣掉某個封面 我在報紙裡買 那不關我都當著 那戶客 忠情某一個封面 很快賣光 那你可以投訴什麼 你投訴自己這麼慢去賣 你如果這麼想買某個封面 他投訴崩強 我Man哥你怎麼 不是送本書到我家 要我自己買 還要買不到 你當我什麼 臭死 我明白 這樣跟Banker說話 不關我事 Banker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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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事 我相信你派書關公司 不過其實今期的封面 就是龍虎群英那邊的封面 終於看到龍虎三王 換了時裝 因為很想封面 我希望內文 他們會出一些時裝衣服 這個我都覺得 是崩龍的進步 因為以前的人 只會穿古裝衣服 最後一段時間 就會變回古裝 是的 通常都是 吃黑龍一向都會背心 不是三王有 經常穿古裝嗎 小虎經常穿古裝 小虎是穿堂裝 這不是古裝 其他人都沒什麼穿古裝 其他人都沒什麼穿古裝 小虎是穿古裝 小虎是穿古裝 他們幾個很少穿古裝 是的 我們很多個星期都忘了道歉 我們笑咎 你今天不是道歉 好害怕 我們那時候笑咎 燕山河 鐵帽子王 不是穿到金牛座 聖鬥士走出來 前面那個 時裝展 怎麼會真的穿到聖衣裝 我們錯 原來 名牌 現在怎麼會 牛輝他們真的走在時代 最尖端 早幾年前已經穿到聖衣裝 我們的錯 對不起 我們鄭還在道歉 最後我想說說 下一期就是總書數的2400期 甚至是120期 普通版本 就是上一期的版本 一個藍色的封面 應該是不同顏色的公仔 那個公仔我不知怎樣 那是羅薩的Logo 那是羅薩令牌嗎 應該是羅薩令牌 好像是羅薩令的樣子 是羅薩令的樣子 看來看都不像 不像羅薩令 是一個公仔 但是只是羅薩令的Logo 其實應該是 那個面具 拉長了 不過 其實他們以前 總期數 齊頭會不會搞特別的事情 我好像沒有印象 通常不是搞跨封面 那些特別封面 對 那 第二期 中規中矩 我覺得 又不是太突出 可以再繼續看 跟第一期的評分差不多 但還是值得我繼續追看下去的一本書 沒錯 這樣 看看剪輯的朋友 看看聽完我們說 有沒有興趣買帽 沒有的話 不要緊的 我們繼續 看看咬這幫 會不會可以 令到你對這本書 感興趣 或者聽我們說完就發覺 沒有剪輯的 都不期 第一節的 講完有隻幫 來到這裡 下節回來 繼續講講 馬